大艾斯和那十年前的旧爱巨军夜再婚 而今年每每有大事件 大家都会去挖小艾斯曾说过的话 没想到小艾斯这次再度深预言 当年对巨军夜抱有极大好感的大艾斯 曾在一次主持进行时问小艾斯 你觉得光头会不会跟我结婚 小艾斯则回答只要有诚意就会成真 无心的一句话过了二十年后却成了事实 小艾斯再度预言成功 这开过光的最真的不得不服 这次巨军夜来台预计停留两个月 将会拜访大艾斯家人 对于辛杰夫的到来 小艾斯向媒体表示 非常期待能见到巨军夜 想看他过得好不好 不过话风一转前阵子 嘲讽韩剧那年我们夏天的小艾斯 要是最主要还是想问辛杰夫 认不认识崔宇直江赫普旭 俊李中硕等人 如果认识的话下次到韩国可以交个朋友 这回答除了豆笑大家 也让网友一片羡慕直呼我们也想要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